百年时上薪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罕奸这个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时候,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,那时由于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背景,似乎更容易出现卖国求荣的罕奸。 然而,大家必须明白的是,事实上,不管时代发展到哪个阶段,汉奸都是存在的。 比如,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,就是21世纪的大汉奸。 沃维汉,1949年出生在黑龙江七夕哈尔,1981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医学系,之后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进修研究生学位。 1987年,沃维汉争取到了公费留学的名额,被国家派往德国慕尼黑大学继续深造,并在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。 博士毕业后的沃维汉,没有选择回到祖国,而是去了奥地利经商,一直到1994年,沿线着我国的发展越发迅猛。 他才回到北京,创建了北京莫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。 不过,这个公司,从创建初期,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沃维汉在做生意期间,认识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导弹专家,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。 各种威逼利诱该专家,从1989年到2003年间,从该专家处获得了我国的大量军事情报,并将这些情报以重金卖给美国,让我国损失惨重。 不过,出卖祖国换取金钱的行为,注定不会有好结果。 2005年,沃维汉在北京被逮捕,2007年5月被判处死刑,2008年11月被执行死刑。 但直到临刑之前,沃维汉仍不悔改,还扬言自尽没错,也是具备了一个汉奸,脸皮厚的特质了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。 他去世时,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偿,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。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,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? 对那张奖状的出现,却揭开了一个公司。 最后一位走到我们的公司。